Hello,大家好 我是康根一哥来自TKG团队 那今天我来教你们如何安装Super501 那在我旁边这个就是Super501 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首先我们先把盒子隔开 我们把里面的这个盒子移出来 我们也把这个盒子隔开 我们把里面的盒子移出来 我们把它隔开 以及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这个是它的Operation Manual 然后在这个背后呢 它是有一个瓶子来做Maintenant用的 这个是等一下拿来装在它的Horse 拿来出水的 这个也是 因为Super501是有两条上面的Horse 两条下面的Horse 这个是上面的Horse 这个也是上面的Horse 这个是拿来出Strong Acidic用的 这个就是拿来制造海盐用的 拿来添水 拿来放海盐进去Shake的 等一下我们会浇 这一个拱也是拿来添加海盐用的 这个是这个机器配来的Diverter 等一下我会教大家怎么用 一个Suction Cup 这里是等一下拿来装在机器后面的 待会我会教大家怎么用 这个是Super501的Incoming Horse 那这个等一下我教大家怎么用 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一个 是它的这个拿来接这个水的来源的 然后这个Horse会连接到我们这个机器 我们把这个保护的白炮拿开 就会看到我们的Super501了 我们先把机器移出来 这个是机器的前面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它的背面 在它背面有一个On Off Button 在机器下面你会看到有两条Horse 那这个牛奶色这个就是Trude Beauty Water 灰色这条就是Trude Strong Kangen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白Horse 这旁边的这个O-ring 撤掉它 然后我们把这个O-ring放进去 还记得我们前面CHAT核子所配来的这一粒头 我说要拿来接机器后面的吗 首先我们先拿这个水Tab 跟它包好先 那这个水Tab包好过后 我们就把它拿来锁紧它 那么现在我们转到机器的背面 你就会看到这个金色的这一箱 就是拿来锁进去这个 刚才我们锁配好的那一个头 首先我们把这个配来的O-ring 也拿来塞进去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再拿这个水Tab 拿来包好这个金色的地方 以防漏水 那么包好了过后 我们就把这个Horse锁进去 记得O-ring一定要有在 我们转紧它 转紧了过后 我们把这个电插头的这个Cable的包装 拿来测掉 那现在我们先测掉它这个保护盖 还有这个是On-Off switch 现在暂时是Off 现在我们把机器移回前面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Cable 后面的这个绑的 拖掉它 因为这个Cable 如果你绑没有拖掉 它会比较热 这个通常是电器都是一样的 Cable的这个绑一定要拖掉 不可以绑着它的 会热 我们先把它插进这个电插头 然后把电On着 现在我们先把这个上吼拿出来 从它的袋子拿出来 然后我们拿来钻进去 记得这边有一个塑胶 不要不见 那这条是整条白色的 我们就要钻在这个白色的街头 这个白色的街头这边 你就会看到是Cungent Water 或者Acid Beauty Water 或者Clean Water 我们就是这样 跟它转紧而已 现在我们拿这个 有Oring头的这一个 那有Oring头的这一个 是拿来出Strong Acid的 记得这个的Oring 它的这个Seal一定要有在 那我们把它钻进这个 Strong Acid的这边的 这个一只 Oring色的 我们跟它转紧它 现在我们先准备这个Suction Cup 然后我们拿起这个 楼下的Horse 那楼下的这个Horse 它两个都有配这个 红盖的这个Sert 那这个Sert 我们先把它偷掉 如果这个Sert 你看到有水流出来 是正常的 因为公司有时候 会损一些机器 拿来Testing 那这个Sertion Cup 就是拿来这样子 贴在那边用的 现在我们拿出这个 下头出水的这个贴贴 来控制它的方向的 然后我们把它Sert进去 Sert进它 然后你就可以贴贴在 你要的地方 然后你就可以贴贴在 你要的地方咯 现在我们拿另外一条的 这个Horse 也是一样 把刚才的那个包装 撤掉 把它射进去 在这里 你看到灰灰色这个 就是通常时拿来安装水龙头的 这个就是进水源咯 那为了安全体贱 通常时我都会叫大家 用一个水Tab来包一下 那这个SealTab 转好了过后 我们一定要找出这个O-ring 这个SealTab是已经配在这个Horse一起的 它会绑在那边的 那这个ring一定要把它先放进去 我们套进去先 然后配着这个BuyHorse的这个连接出水源的这个头 我们拿来转它去 确保它要转好 锁紧它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 它有一个地方突出来的 这边呢 就是给你们装水龙头的 那如果你不要这个水龙头 你就把上面的这个地方 转开它 然后拿来连接 下面的这一个 就是中间那个Pub不要掉 中间这个Pub不要掉 那如果你是还要用回Diverter 意思是说你可以转来转去的话 你要把这个楼下的这一个 先钻去这边的这个楼下 楼上这个Pub就是给你 借你的这个水龙头的 你的水龙头安装在楼上的这个Pub 那前面这个Pub就是拿来借去这个白猴的 这个白猴的就是拿来连接它的 那蓝色这个呢 就是给你Divert咯 你转上转下 就是拿来让你可以 把那个水转去水龙头 或者那个水转去Horse 在机器的旁边 你会看到这个灰色贴纸 灰色贴纸上面最重要 就是这个Serial Number Serial Number就是拿来 做Warranty 现在我们把这个On or Switch转去On 我们安装的过程好了 现在我们来学习怎么用这个水机 首先你看到这边有一个sticker叫你不要Remove 其实它只是一个保护纸 如果你要Remove也不是问题 只是说没有Remove当然会有多一个保护层 那拿来避免它花 现在我们按这个Clean Water 你就会看到它这个Purified Water的字出来 那它楼上这个Horse就会出现Clean Water 楼下出来的也是Clean Water 那楼下的Clean Water不要喝 只有楼上的Clean Water拿来喝 Clean Water主要就是中性水 那你按Stop它就停了 这个不像你一般的这个Kangen机 是你直接按Button它就出水的 那你看到吗 我现在按Kangen 它楼上出来的是Kangen Water 楼下出来的是Beauty Water 如果我要用PH8.5、9.0或者9.5 我只是按这个按钮 按一次它就换了 不管你用Clean Water Kangen Water Kangen Water 都是还有这个Beauty Water 都是从这个Buy Horse出来 那如果你按这个Beauty Water 它会把这个水从楼上出来 不再楼下出来了 为什么呢? 有的人懒惰从楼下渗啊 那你就可以去直接按Beauty Water 从楼上出来直接洗脸 比较方便咯 然后你按Stop 就停了 在这边你会看到有一个Filter Exchange Indicator 还有一个这个 不够海盐的Indicator 然后在这边呢 是一个Timer On-Off 当你拿这个Strong Acid 或者Strong Kangen的时候 你可以set好一个Timer 几分钟来给你拿水 那如果你要做e-cleaning的时候呢 你是开水 开Kangen Water 开水 然后你下来按这个 Clean In的这个按钮 然后你就等着它Clean In完 变到Kangen Water为止 就Clean In好了 Super 501本身是没有e-cleaning的这个 像我们501啊 K-8的那种每个月做的 所以说呢 你只需要按Kangen Water过后 然后你按这个Clean In按钮 尽量一个礼拜做一次到两次 看你的用量咯 尽量一个礼拜做一次到两次 来代替你的这个e-cleaning 它的e-cleaning模式就是这样的 然后你看到它变Kangen 你就按Stop就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 怎么样拿这个Strong Acidic 那这家Super 501的优点是什么呢 它的特色就是它拿这个Strong Acid 不需要跟公司买特定的enhancer或者海盐 它机器你去Bassar买这个海盐 就可以用这个导进这个机器来制造这个Strong Acid 我们来看怎么拿 现在我们把这个黑色壳拿起来 那我们也把这个白色拱拿起来给大家看一看 在这边下面你会看到呢 有一个不同的这个地方 你看到这个脱敏的这个转的地方 你不要理它 这个叫做Calcium Cylinder 我们马来西亚是不会用到的 如果转开它其实是拿来做这个放Calcium进去的 那这个是一些地方有软水的 有软水才会需要 我们马来西亚没有软水的问题 就不需要加这个盖子 这个Calcium的 我们现在把它转回去 那这边你会看到有一个这个 一个白一个洞 那还记得吗 前面我跟你们讲这个拱啊 就是拿来做这个清洗的 那锦面只可以放这个50ml 50到50那边的这个水 然后你去挤它进去 一点一点把这个水挤进去 是拿来清洗它的 清洗它用的 还记得我们刚才开盒子的 这个拱嘛 这个拱呢 就是给我们量这个海盐的 这边里面它也有配一个漏斗 这个漏斗呢 其实你可以放在这边 等一下来倒海盐的 那这个呢 是你的这个 纸的酸碱值测验剂 然后这个是液体的酸碱值测验剂 那这边它有配一个小杯 你可以把一点点的水放进去 然后用这个酸碱值测验剂 倒进去 倒一滴就够了 不用浪费 酸碱值测验剂 PS test liquid 你只要放水 倒一滴进去 然后你来看这个颜色 你就知道到底是什么性质了 如果是orange色 黄色 这个浅清 都是酸性 青色是中性 蓝色 紫色 都是碱性 这里你看到有一个标志 就代表你装这个海盐啊 不可以超过这个量 现在我们把海盐啊 拿来倒这个 这个量杯 那我们不要超过 刚才我指的那个黑色的 一定要记得啊 Sea Salt 海盐 那现在我把这个海盐开一开 跟它倒进去 那像我说的 不可以超过这个黑色的 这个标志 OK 差不多了 不可以超过这个黑色的标志 现在我们拿这个拱 我们来装水 不要超过这个黑色的标志 在这边它有一个堵塞 我们要把这个堵塞开掉它 我们装普通水进去 我们不要超过这个黑色的标志 我们不要超过这个黑色的标志 OK 现在我们用这个漏斗 让我们方便能够倒这个海盐进去 海盐倒完了过后 我们就要把这个漏斗拿开 然后我们把这个堵塞盖回去 盖紧它 然后我们把这个盖转紧它 现在我们要用力跟它搅到均匀 一定要均匀啊 如果不均匀 不要倒下去 再多摇一阵子 因为如果你不均匀 等一下会那个海盐会弄到里面 射掉 所以说一定要让它融化 咬到均匀为止 现在我们把漏斗放过去 然后我们把这个摇好的海盐啊 拿来捣进去 慢慢捣 捣满它 那我们现在把盖盖紧它 然后把这个黑色的壳盖盖回去 那现在如果我们要拿这个强酸水 或者强还原水 我们就是按这个 oranger的按钮咯 你看到这个increase soft的字 就是说 它里面没有海盐了 第一次放的时候啊 或者它真的用完 它也是会显示这个字 因为它seed不到 那记得啊 楼上出来的这个horse 是strong acid 楼下出来的这个horse 是strong kongen 那你看到这个 increase soft的字没有了啊 变成这个strong的字啊 就是它已经seed到海盐 它已经能够做这个strong acid 跟strong kongen了 那像我刚才讲的 楼上出来的是strong acid 楼下出来的呢 是strong kongen 那你要先摸一下 楼下的这个水呢 有没有滑滑 如果你摸了楼下的这个水有滑滑 就是它已经变成strong kongen 那楼上是strong acid了咯 我们用好了就按stop咯 在这个机器有一张纸啊 来告诉大家 不要把你的这个机器的horse 直接震在你洗的东西里面 特别是小粒的米啊 豆豆啊 玉米啊 红豆绿豆等等哈 因为避免它不要把这个豆吸进去啊 等下把这个horse做sert去哈 在你的机器包装里面 你会看到有一个贴纸啊 给你写这个滤芯 几时安装的日期哈 这边黑色壳你挤一挤在它旁边就可以转开啊 推开它了 那这边有一个reset按钮呢 reset按钮是拿来做什么呢 是拿来你换新的滤芯的时候啊 你拿来这个啊 压了它机器会跑去460 那它到6000L的时候 你换新的滤芯你再按一次 它就会跑去460了哈 super501不像一般上的这个501哈 它的这一个按钮你按了咧 就算你看到萤幕没有亮起来 它其实会响的哈 那我再教大家怎么样换滤芯哈 那这个lock只要你转开 把这个那个lock拿开 滤芯拿走丢掉它 买一滤芯的滤芯的时候呢 你把这个滤芯放回去 那只要它的面向出来 它的这个滤芯的角就会准了哈 滤芯的这个角就会准了 那我们把这个滤芯放回去哈 记得面向出来 那个角就会准了 那现在我们就要把它的这个lock 放下去哈 那给它转一转啊 给它吃到它的牙 你转进去 按reset 记得哈 就算它的萤幕没有东西 你按的时候 它会低一声filter reset的 只要你后面的按 这个按钮有on 按钮有on 我们今天的教学到此为止 谢谢